见过最狠心的长官 为了测试新兵的勇气 突然朝他们扔了一颗手雷 大家四散而逃 只有这个小个子的士兵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了手雷 他想牺牲自己来保护大家 战友和长官惊讶地看着他 谁都不会想到 就是这个瘦小的男人 日后会成为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 美国队长 他叫史蒂夫 只是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普通人 一心向往参军的他 却因为瘦弱的身体经常被人欺负 还好有一个疼爱他的林家大哥哥 总能在关键时刻替他遮风挡雨 史蒂夫非常感激 但他更羡慕林家大哥哥身上的军装 在人群中他是那么的不显眼 没有女孩子喜欢他 他想试试穿军装的样子 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模特的肩膀高 为了能当一名战士 他三番五次修改了自己的资料 却都因为体检不合格而被拒之能外 但史蒂夫也有着比寻常人更宝贵的优点 他善良勇敢三观正 教授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破格让他加入了军队 史蒂夫终于梦想成真 但他的军旅生涯却并不顺利 每个人都能完成的训练 就他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动作都做不标准 他成了被人笑话的吊车尾 在这场越野训练中 他又一次落在了最后 忽然长官让大家去摘那面旗子 战友们一拥而上 可谁也没能爬上旗杆 就在长官让大家放弃的时候 史蒂夫走了上来 看来聪明的脑瓜更重要 史蒂夫第一次赢得了美人的微笑 而他用身体盖住守卫的英勇表现 更赢得了长官的肯定 脱颖而出后 他将成为第一个注射超级血清的战士 而史蒂夫的敌人也很快就会出现 九头蛇的首领红骷髅 已经拿到了宇宙魔方 传说宇宙魔方是奥丁最真爱的宝物 他被遗落在挪威的藤斯贝格 1942年 九头蛇的首领红骷髅 在一间教堂里终于找到了这件宝物 他准备利用宇宙魔方的强大能量 制造毁灭世界的武器 另一边为了抵抗九头蛇的军队 盟军开始研制 可以增强人体潜能的超级血清 来自布鲁克斯的兽小子史蒂夫脱颖而出 他将第一个注射超级血清 特工卡特带着史蒂夫来到了盟军的秘密基地 在钢铁侠父亲霍华德斯塔克的帮助下 史蒂夫被送进了特殊的装置内 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 史蒂夫成为了第一个超级战士 他好像变强壮了 裤子也好像变大了 可就在这时 九头蛇的间谍引爆了实验室 还射杀了制造血清的教授 间谍拿走了最后一只超级血清 卡特特工本想拦截 却没有成功 没办法史蒂夫只能光着脚去追间谍 可此时的他跑得居然比汽车还快 轻轻一跃就跨过一人多高的铁栅栏 接着又空手扒汽车 憋气追前水艇 终于制服了九头蛇的间谍 但那只超级血清也因此被毁 而此时红骷髅利用宇宙魔方 已经研制出杀伤力惊人的武器 九头蛇军团开始节节逼近 盟军溃不成军 既然已经拥有了超越人类的力量 史蒂夫当然想立刻就上战场迎敌 长官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于是史蒂夫就被派到了最需要他的地方 他穿上特制的战衣冲向前方 看来史蒂夫现在要面对的敌人 是台下的副甲商人 长官对史蒂夫的表现很是满意 他成了家喻户晓的美国队长 但这样得来的身份史蒂夫并不喜欢 面对真正的士兵 他被嘲笑被唾弃 这样的生活甚至不如注射超级血清之前那么自在 他想上战场做一个真正的战士 就在这时 塔特特工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盟军的107团被红骷髅打败 大部分人被俘虏了 107团 这不就是史蒂夫的邻家大哥哥巴基所在的团吗 他立刻冲了出去 史蒂夫一个人从飞机上跳了下去 他准备去营救邻家大哥哥巴基 在密劳中史蒂夫发现了107团的战友 他解救出了大家 又找到了昏迷不醒的巴基 巴基听到救命恩人说自己叫史蒂夫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时红骷髅准备炸毁整个基地 史蒂夫终于见到了红骷髅的真面目 好家伙 还真是红骷髅外号没错 就这样史蒂夫单枪匹马 成功救出了107团的战友 这让长官另眼相看 终于不让史蒂夫参加表演了 这时正好霍华德斯塔克也送来了关键的礼物 用震惊制作的盾牌终于问世 史蒂夫成了真正的美国队长 他和巴基等人组成的精英小队战无不胜 一举摧毁了多个九头蛇的秘密基地 这让红骷髅很是没有面子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再一次追击红骷髅的战斗中 巴基不慎摔下悬崖 史蒂夫失去了他最爱的蓝颜之景 他非常自责 把怒火全部发泄给了九头蛇 他们准备摧毁红骷髅最后一个基地 史蒂夫扬弓后 假装被俘 接着由其他战友从侧面突袭 红骷髅发现自己遭到了埋伏 只能恨恨地逃走 当史蒂夫追来的时候 发现红骷髅已经驾驶B2隐形轰炸机的鼻子 跑之夭夭了 史蒂夫居然想用两条腿追上大灰机 可他真的想多了 还好长官的小汽车及时赶到 按下隐藏的开关后 小汽车直接爆发 不知道是不是卡特特工预感到了什么 突然给了史蒂夫一个爱的小猩猩 就这样史蒂夫备受鼓舞 成功追上了大灰机 在飞机上 他发现了足以毁灭整个城市的炸弹 史蒂夫得赶紧阻止红骷髅才行 他干掉了几个九头蛇的飞行员 可还是有一个漏网之余 驾驶导弹飞走了 没错 这个导弹居然也可以飞 史蒂夫爬了上去 成功把飞行器抢了下来 接着又躲过红骷髅的射击 驾驶飞行器冲进了大灰机 红骷髅开始跟史蒂夫进行最后的决战 两人都注射过超级血清 都拥有超人类的力量 打得不相上下 可让红骷髅没想到的是 当他拿起宇宙魔方的时候 神奇的力量突然出现 一阵白光闪过 红骷髅被传送到了 复联寺中的沃米尔星 史蒂夫来不及惊讶了 飞机已经锁定航线冲向了纽约 为了拯救这个世界 史蒂夫选择了牺牲自己 跟卡特最后的一声告别后 飞机坠入了海中 史蒂夫答应卡特改天再请他跳舞 但天意弄人 当史蒂夫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 原来这里已经是70年以后的纽约 史蒂夫沉睡了70年 而他和卡特的那个约定 注定只能成为永远的回应 不过 美国队长的故事才当当开始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的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